宣战倒数计时民进党结立委候选人张美惠 发出最后一波战报文宣 以富家夫妻轮流坐 是花莲持续落后台东的元凶为标题 列出了18条傅昆奇的罪状 叙述傅昆奇从担任花莲县长 到现在担任立委 以及在与妻子相互搭配之下 利用全市的所作所为 张美惠是呼吁相亲 看清楚傅昆奇的真面目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惠 发出了最后一波战报 详述傅昆奇18条罪状 张美惠表示 这些都是傅昆奇 从担任花莲县长到现在担任立委 还有和妻子互相搭配之下 利用全市的所作所为 他呼吁花莲相亲 要看清楚傅昆奇的真面目 因为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我的对手傅昆奇 那他在花莲 因为他善于包装 那善于掩藏跟掩盖事实 还有让花莲的相亲接收到的讯息 其实是不对等的 那我们花莲相亲非常非常的淳朴 非常的善良 也非常的可爱 那常常在接收到 错误的不对的讯息时 其实就被蒙蔽了 那这一波的文宣 其实就是整理出来 这二十年来 傅昆奇他在花莲的一些所作所为 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明确 那透过这个文宣也恳请相亲 那一起来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们希望花莲可以更好 我们选对的人 江美慧表示他勇敢站出来挑战 只希望可以翻转花莲改变花莲 他强调花莲不是属于一对夫妻私有 二十年了事实证明 花莲已经落后台东 江美慧期盼相亲给他力量 让他改变新花莲 借理会欢迎室报道